整体情况前几年北京律协有统计还不是形变律师 整体律师平均水平跟出租车司机水平差不多 它本身就风险很大 作用也受限制 收费又低 所以我们形变律从30%降到20%多了 就是说100个人才有20几个人有律师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 这是对法治的一种极大的冲击 所以我今天法治晚报要等我一个采访 这是非常严重 北海是一次抓了四个律师 这次应当说我在法治晚报采访我讲了 这是利用306条对律师搞职业报复迫害的这种现象 这种升温 一次就抓了四个 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抓他 你像这个杨阳在心 他为了保护自己 他在取证中是有录像 录音录像的 我看了录像 没有任何问题 你凭什么说他已经有这样做为 更不能容忍的是 另外有两个律师就没取证 没见过证人面 面都没见过 还说人家引诱证人做为证 也抓起来了 这是非常恶劣的现象 后来 现在就是还没有完 北京去了很多律师 又围攻律师 侮辱律师 打伤一个律师 会见还到看守所 还是一再阻挠 昨天还没有见到人 这律师职业环境 差到这个份上 他怎么做 所以这有几个勇敢的律师 一直在拼 在挣扎 在往前冲 那么 多数律师都心惊胆战了 心寒了 他怎么做 所以说这有最根本的问题 表面上看 直接的来看 是侵犯律师权益 可是律师 他有退路 他不干就完了 不做刑案就完了 真正侵犯的是当时的权利 没有人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那么从根本上侵犯的是 律师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 法制就造成彻底破坏了 司法公正没有了 那从政治大局上 我们上升的高度 整个破坏了和谐稳定大局 这有什么说的 你法制环境造成破坏了 冤假错案增加了 那不正好破坏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大局 所以这情况应该说是 必须引起重视的 在这种情况 律师当然就没有生存之力了 所以说你律师太弱了 律师声音是有 当然太弱 再加上 你还不能反正 就整个刚才说的 整个社会公众的认识 还是有很多偏差的 所以他对律师不利 老百姓没有认识到 律师是干什么的 所以说坚常律师被处理人员喊打的一种地位层 这是社会整体环境需要改善